民间学校是抢破头 新竹县胡口乡七所国小却有四所招生不足 县远吴菊花县政总执行上就建议县赋 国小的学区应采单一的原则 避免共同学区抢读 也能提供小校奖励的补助 减免学杂代办费等来吸引学子入学 想见热门学校得受总量管制 挤破头都挤不尽 但胡口乡七所国小却有四校招生不足 县远员吴菊花在议事堂提出小校 又有入学奖励补助办法 小学校因为它我刚才讲的 他们不是偏远也不是都在大马路上 但是因为我们地方不够繁荣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还有大家迷思这个大学校 所以说迷思大学校 我们就希望这小学校 我们给他一些补助 那当然就是很多的这个国小国中 都因为这义务交易免书费这些 但是代办费要 我就问一下 大概有两千块 我想说我们钱要花在刀口上 吴菊花指出 国小学区因财单一原则 避免共同学区抢毒 也可透过减免学杂费等措施 吸引学生就读 另外胡口乡人口成长快 不能只靠人力冲锋救灾 要求充实现代化AI设备 消防局回应 目前县内有两台消防机器人 配置在竹北竹东分队 今年将在添购四台机器人 与四组红外线热显向无人机 会分配在三个大队 渴望提升工业区和住宅区 消防量能 我们目前在今年度 也编了预算要购买 四个AI机器人来救灾 我想如何增加更多的演练 菊花议员特别提出来 我想我们会来研究一下 除了例行之外 规定要举办的 是不是我们也来增加 让厂商能够有这个样 防灾的意识 来多多的来练习 我也会请消防机来研究一下 那设备的部分 我们也会尽量的来填过 最好每一个消防机的各个大队 都有这个AI机器人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吴菊花也直询湖口护震事务所 空间狭小 建言搬迁或原地扩建 而铁记录节弯取值 可解塞车 要求县府持续与军方协调 争取用地 保障通勤往来交通品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